最快2023年也就是明年 大家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里面 就可以甭管自己去驾驶 或者是打到完完全全没有人开的 L4级自动驾驶的乘客车 这个是不是特别的有意思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看 阿波罗RT6的这个4级自动驾驶的车 那说到自动驾驶这个事呢 其实我们就要纠正一个概念 现在呢基于像几个大平台 什么骑车之家呀 一车懂车地 他们来呼吁说 现在的车辆不能叫做自动驾驶 其实截止到现在是对的 因为现在的车主要还是2级左右的 一个辅助驾驶的能力 把辅助驾驶是需要人大量的脑子去盯住 整个的开过程中的很多的特性处理 所以确实不能叫做自动驾驶 但是这件事搁在RT6的这个车上 这是一个第一款基于自动驾驶 正向研发的车辆 还是非常的少见 而我有幸作为第一个去讲这个车的车评人 我带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车 那我们讲车之前呢 还是得先说一下关于自动驾驶 跟辅助驾驶一些定义 现在呢我们市面上跑着的绝大部分的车 就是标标准准的2级的辅助驾驶 2级辅助驾驶基本上就可以实现说 我跟前面自胜的巡航 同时我可以实现车道保持 这两个事干好的话就是2级 那同时呢 现在还有很多的你主销的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的车型 都可以做到将近三级的辅助驾驶的能力 为什么到了三级还算是辅助驾驶 因为它在点对点的封闭的场地过程中 是可以实现自己去规划线路 自己来开 同时前面遇到慢车 就可以自己打算超过前面的慢车 也可以按照限速拐杂道 同时拐到另一条高速之后 还可以恢复这个速度 基本上能做到这个能力 就属于是2.5级到3级之间的 一个辅助驾驶的能力了 但是你还是脱不开人 对于一些特勤来进行处理的 它不能完完全全的自己来开 所以这就是基本上到3级的时候 其实从严谨的角度 还是应该定义为辅助驾驶 但是呢到了4级的情况下 它就可以完完全全做到 在城市的开放道路的环境下 这辆车就可以自己来开 完全不需要人去干涉 它可以自己处理所有的情况 到了这个级别 那就可以成为4级 其实我认为到4级的时候 就可以把辅助两个字去了 而变成了自动驾驶 挺有意思 OK 那也就是这次我为什么特别兴奋 阿波罗的RT6的这个车 它终于可以实现了一个 正向研发的自动驾驶的车 那什么叫正向研发呢 是因为新能源的车型 绝大部分它都是为了先造一个车 在这个过程中呢 辅助驾驶的硬件 是作为一些功能性的点缀 把它搁在这个车上 它其实还是辆车 但是这个车它的研发当初 就是为了首先 我得保证我的4级的自动驾驶 我的传感器的布置 我的整车的一个协调性 之后呢 我再保证我们的成员 坐在里面是足够的舒服 同时我们的功能是足够的丰富 所以这个车其实是我理解 是围照着自动驾驶的硬件展开的 因为这些东西如果布置的不充分 或者说是可感知的距离跟空间不够充分的话 那我们的软件也没法把算法铺上去 也没法实现别别准准4级的自动驾驶 好 那么还是从这个车的外观来看啊 首先呢 这个车稍微往侧面一点看这个造型 这应该算是个异乡车呀 还是算是个MPV呀 还是算是个SUV呀 我觉得都有点这个感觉 从前面的鼻子来看的话 还是稍微有点传统的汽油车的带鼻子感觉 但是尾箱的这个位置 就已经是模糊了SUV跟MPV的这个概念 因为面向未来的几年的车型 基本上都是一个巨大的空间的感觉 它的外观基本上都趋向于异乡车 这也是一个大主流的风格 好 那回归到车的头的位置呢 它前面这块是有交互灯的 这个交互灯呢 可以用于日间行车灯啊 用于转向啊 用于交互 同时呢 这底下是主灯 侧面的这个感觉 有点像类似于路虎的揽生跟揽生运动 这有一长条的星环灯 从这边一直灌到那边去 并且呢 最重要的一点是 它的一个侧面 现在开始引用了这种淡蓝色的 关于自动驾驶的一个状态标识灯 而这上面也有 包括尾巴的那个位置 朝后也有 虽然现在法律法规并没有普及及强制要求 但这是一个 马上就要执行的一个趋向的方式 任何的车 在自动驾驶或者辅助驾驶的时候 这些灯是需要亮的 来告知旁边 我这个车正在进行一个自动驾驶 或者是辅助驾驶的状态 有点意思哈 好 这个车的车长呢 大概是4760 也就是一个大紧凑 及入门中型的这么一个尺寸 因为呢 它未来不管是个人用 还是它用作商用 也就是出去 比如说作为这个网约车 去接活的情况下 这个尺寸相对来说还是比有OK的 因为不管是我们的去拉人 基本上一个网约车的话 常规拉人就是两到三个人左右 再加上我们就算自己家使用的话 两到三人也是最主要的一个载人的数量 剩下的空间就可以布置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 关于什么自动售卖的模块 更大的后备箱 就可以搁更多的行李 所以说4米76的这个大紧凑 跟入门的中型这个尺寸 OK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做得更大的话 作为一个自动驾驶的车 确实有的地方去得起来 就会比较麻烦 然后呢 这个样车为了好看 用了21寸的大轮子 最终亮起来 肯定不会这么大的一个轮子嘛 这个稍微有点磕呀 有点颠 它确实这个这么大的尺寸 对于轮胎来说压力会比较大啊 OK 那基本上这个车的宏观的数据 包括外形 大概就是这样的啊 接下来来看最重要的 关于它自动驾驶硬件的一个布置 那它的驾驶的硬件布置呢 其实它主要的 关于自动驾驶的传感器 还是你们所熟知的激光雷达 那激光雷达其实相对于视觉来说 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 它整个的点云出去之后的数据 会非常非常的精准 那视觉最大的一个问题 受限于分辨率 受限于雨雪坏天 它能不能看见 虽然我们的摄像头 确实可以做到比眼睛的 整个的动态的范围会更大 同时 比如说对一些 你眼睛不可见的光线 感知会更好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 当我看不见的时候 那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之前 纯基于视觉方案的 一些新能源的车型 有一个完全翻倒在路上的 这么一个大箱祸 那个箱祸是完完全全白色的 躺在路上 它是完全看不见的一个东西 直接一脑子撞上去 所以这就是视觉方案的 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激光雷达这个方案 确实是 就可以把感知做到 非常非常的精准 而现在市面上呢 开始内卷 关于激光雷达 到底需要布置多少颗 但是我觉得也卷不过 RT6的这个车 毕竟这是一个 基于四级自动驾驶的车 首先呢 能看到什么叫 基于自动驾驶 正向研发的 也就是说这个车 其实我理解是围绕着 它八颗激光雷达 怎么布置 来做的这个车 上面呢 是它的主激光雷达的一个布置 这个是侧面的激光雷达 前面这个小窗口 是基于前向的激光雷达 上面这边在扰溜板旁边 这是个激光雷达 所以说你说激光雷达 现在是多难布置 真的是非常难布置 哪怕是我们基于 正向研发车的 激光雷达的布置 它的窗口 必须得是一个 比较垂直的状态 我觉得未来解决一些 这个倾斜窗口的 回波特性之后呢 是否慢慢的 就可以把它 揉在A柱里面啊 或者是 揉在这个 风挡的预量 传感器底下之类的 那可能状态 就会更和谐一点 那很多人说 你去放前杠上啊 对 这个车前杠也有 咱们一会儿再讲 下一层的激光雷达 好 上面的四个激光雷达呢 因为它的位置 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的感知的距离 就会更远 就还有句老话说嘛 这个激光雷达 位置越高 一颗顶三颗 那相对来说 确实是肯定 这一下高了 多半米的位置 肯定比放在 它的腰部 这些位置激光雷达的 感知距离啊 或者是 对整个的算法 的友好度 就会更好 好 那我们看了 上面的四颗激光雷达了 然后 它的车身的四周 还有四颗激光雷达 这个前面 这个前杠的位置 这是激光雷达啊 然后呢 包括这个 翼子板那边 还有激光雷达啊 然后呢 你看它这后杠的下部 这块还有激光雷达 那我就问工程师 我说 你们搁在这个高位置的 不是已经有一圈 四颗激光雷达了吗 那为什么在 整个的后杠啊 包括侧椅子板啊 包括前杠的位置 再布置四颗激光雷达 其实呢 当我们如果想实现 四级的自动驾驶 完完全全 不需要人开的时候 只是高角度的 四颗激光雷达 不足以完完全全的 感知所有所有所有的空间 所以 那我们阿波罗RT6的这个车 为了感知更加全面 我们在腰部的 即腰部更下一点点的位置 再布置四颗激光雷达 用于盲区的 整个的感知 那OK啊 高角度 包括低角度的感知 这就是完了吗 还没完 来 然后这个车呢 因为谁都知道 算法呢 当你的传感性越多 其实 那我们的工程师 可用于感知的东西 也就会越多 那感知这个东西呢 不光是激光雷达 可能还需要一些 更多的视觉 所以呢 这个车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激光雷达之外 在它的前向的位置 然后在它的 整个激光雷达 这个基座的左右 前向的45度的位置 包括作为这个 电子外后视镜 可以朝后 当后视镜 也可以当做朝后的视觉 外加上这四周 有四颗 300万像素的 360 环式的感知的摄像头 其他的这几颗 主要用于 自动驾驶摄像头 都是800万像素的 这还有一圈 一大堆的摄像头 也就是说 这应该是我见过的 关于激光雷达 关于高像素的摄像头 最多的一个车了 那真真正正的 我觉得 阿波罗的工程师 会非常的幸福 因为它有 非常多的传感器 可以用于它的算法的升级 及感知 这件事真的是太爽了 谁也没调用个 八颗激光雷达 我的天哪 并且是高低的两个位置 确实是很爽 这些硬件 搁在这儿 我觉得它实现 四级的自动驾驶 才是有了更多的可能 因为之前你们像现在 大家看到的 新能源的车型 比如说有的人 在高角度 搁一颗激光雷达 有的人 像是吉湖那个车 它可能在前档的位置 搁三颗激光雷达 这些的位置 基本上激光雷达 还是覆盖在 前半球的 大概在120度左右 或者是多一点 到180度左右的 这个方向 并且因为高低角度的 一个差异 所以整体来说 激光雷达的覆盖的 性能还是 差异比较大的 从来没有见过 一个厂商能把 激光雷达做两层 上面一层四个 中间再一层再四个 这个基本上 你的高低角度 所有所有的环境里面 你的感知 都会非常非常充分 只有这么做 你才有可能做到 四级的自动驾驶 而不再是什么 二级或者三级的 辅助驾驶 这点真的是 非常非常重要 可能很多人就在问了 那你这么多的感知 应该想处理 它的汇总的数据 包括进行一个分析 包括再进行 各种各样的 关于自动驾驶的策略 那用什么样的处理器呢 它这是 阿波罗自研的一套 关于整个 自动驾驶的算法 同时 应用的算力 可以做到1200Tops以上 那这个算力 对应着这么多的传感器 也是完完全全处理的来 那应对着 未来几年的 一个算法的升级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OK 好 那说完了 关于它的自动驾驶 硬件的布置之后呢 那这个车 它还是一辆车 对吧 你这一辆车的话 也就面临着 我们需要这里面来做人 那现在呢 这个版本 是一个三座的版本 那三座的版本呢 意味着 比如说 拿它做一个网络车的话 我们叫车叫来了之后 现在副驾驶这边 是可以做一个人的 那主驾驶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自动售卖机 特别有意思啊 这里面就可以搁水啊 你可以这么着扫板 就可以从这个冰箱里 拿出更多的饮料 而这个位置 是它的主要的后座 因为它是没有前座的 所以说你的后座的 空间就会巨大 这个感觉 哇塞 这都不能有多少臂 或者多少腿的剧烈来衡量了 你眼前就是完全开阔的 一片视线 并且这个整车的顶 特别有意思 这个顶呢 用的是类似于飞船那样的 一个菱形的造型 坐在这里面 确实挺像是一个飞船 这个座舱看起来比外观 可能外观现在领先 市面的车大概就几年 但是这个座舱可能更像是 我脑子里面 未来十年二十年之后的 一个车的感觉 真是坐在这里面 满完全全没有 自己想开车的一个感觉 很多人说呢 那法律法规会普及这么快吗 它其实呢 它的整个的这个冰箱的模块 外加上这个区域 都是可以迅速的在售后替换成 比如说方向盘的套件啊 这边可以替换成座椅的套件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 可以人来控制的 四级自动驾驶的车辆了 所以不用担心啊 当然了 这边能替换成模块 那边的座椅也可以替换成模块 也可以变成其他的什么冰箱啊 或者小桌板了 你把这些东西 完完全全的用于 后排乘客的一个体验 那就真的太爽了 你想一下 我们坐在第二排 第一排没有人 没有座椅 都是各种各样的功能 然后这车自己来开 我塞 反正我不敢想象 现在是什么样的感觉 估计五年十年之后 这堆就会满街的普及 就没有前排座椅了吧 估计前排座椅 找一个放行李的地方 搁在那 也是OK的啊 有点意思 那作为一个能完完全全 自主开的车型 它的关于安全的 冗余的备份系统 也有很多很多套 这样的话 就避免了某一套失效 导致整车的失控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大家完完全全不用担心 真正能上路的时候 国家能接受 四级自动驾驶车 在路上跑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 某一套系统的失效 导致着车辆的一个不可控 这些担心都不用啊 国家肯定在这 想的比你周全 最后呢 就是关于这个车成本问题 之前的日子里面 不管是基于车辆的后改装 还是基于这种 半正向研发出来的 这么多自动驾驶 硬件的车型 基本上成本得接近百万元 那现在呢 这个车的成本 基本上就是 20到25万的 这个价位区间 因为它是个 完全全正向研发的 四级自动驾驶的车辆 那这个价格呢 意味着 不管是我们的 普通消费者去消费 还是我们的小币 这样的网约车的车主们 去消费它的话 其实都是消费的起 那叠加在用户身上 最大意义就是 我们打车费用 就可能更加便宜 因为你想啊 不需要司机 那不需要其他的 各种各样的 什么份子钱之类的 只是一个关于 自动驾驶的车辆 它就可以完成 你的所有出行的 这样的需求 那其实就会很爽 成本一下下来很多 那么打车费 也就会下来很多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OK啊 今天呢 简单的带你看了一下 我们明年就要 开始在路上测试 最快呢 可能明后年 就能已经在 某些城市限定区率 应用上的 真真正正的正向研发的 四级的自动驾驶的车辆 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 因为我那天还跟朋友聊 就是我们这辈子 不一定见得着 量子计算机的应用 我们这辈子 不一定见得着 可控核聚变的应用 但是呢 我们这辈子 可以经历 从这个汽油柴油年代 变成了新能源的这个年代 其实呢 让我也没有特别的兴奋 只是某些驱动形式的 一个变化 但是呢 我非常幸运的是 我今年四十 我还有三十年的时间 我确实真的可以体验到 没人开 我只需要坐在后面 在车里面 甭管是跟人聊天啊 还是睡觉 还是把它当做一个起居室 去办公的路上 这样的一个生活 那我还是摸得着了 所以我还觉得非常的幸运 那我今天呢 其实就是 看穿了未来几年的 一个未来 就在我身边 那也是我第一个 接触到硬件 布置这么满的一个车 也让我看到了说 未来几年 更离近我的一个希望 而之前的日子里面 我觉得 关于自动驾驶这件事 只是其他的厂子 它的一个配置及功能 但是人家是真真正正的 想让司机更多的下岗 想让真真正正的 一个无人驾驶的时代 给推到我们的 大家的身边 OK 好 这就是阿波罗RT6 这个车的一个简单的感受 喜欢记得分享哦 这就是阿波罗R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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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阿波罗RT4 这就是阿波罗RT6